大家好,我是洛琪,欢迎回到洛琪漫谈 作为一个祖上都是庄家汉的农民子弟 我骨子里对贫禽非常敏感 和很多背景相似的人一样 我潜意识里有一种和贫禽死磕到底的精神 这种精神也尾随我来到美国 经过几年的努力 虽然现在的物质条件大大的改善了 但我对贫禽的恐慌还是挥之不去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情怕了 我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到穷人群体 是当年刚拿到这个卡车驾照 去参加史乃德公司的入职培训 需要从洛杉矶这边坐灰狗巴士 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坐灰狗巴士的大概率都是情人 懂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人 他应该有六七十岁 又高又瘦的白人 连行李箱都没有 就是那个几个袋子 绑在一起背在身上 上车后就是我们坐在一起 我主动的找他聊天 他有点羞涩不善言谈 他就是那种很典型的贫穷的白人 一般美国人非常的注重这个牙齿 而他的牙齿基本上都掉光了 他的装扮他的走路的背影 他不自信的性格都能看到我父辈的影子 我感觉全世界的情人看起来都差不多 特别是在气质上 就从那以后呢 我就开始关注美国的穷人群体 还有美国的这个贫困问题啊 随着接触越来越多 我的认知一次又一次的受到冲击 我开卡车去过美国差不多40个州 在西部经过很多凋零的小镇 在南部见过很多荒废的加油站 在中部呢 遇到过很多无所事事的青年 有的骑自行车闲逛 有的就是坐在路边抽烟 我看到了美国的另外一种颜色 不是好莱坞电影里的绚丽 不是加州海滩上的金色 也不是硅谷里的科技蓝 而是一种沉闷的灰色 这种灰色沾染在美国十分之一的人身上 擦不掉也洗不净 那就是贫情的颜色 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美国的贫困问题 揭开美国光鲜的另一面 也就是反面啊 首先要弄清楚界定这个贫困的标准 因为每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啊 消费水平都不一样 标准也不可能一样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啊 在2018年发布的贫困的标准是这样的 就是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美国本土的这48个州采用统一的标准 一口之家年收入在12,140美元以下的 两口之家年收入在16,460美元以下的 每多一口人就增加4,320美元 这个数字就是美国的贫困线 在线以下的你就是美国的穷人 而联合国制定的这个全球绝对贫困线是 人均日收入1.9美元 也就是年收入693块5毛钱美元啊 美国贫困线是12,140美元 联合国的是693块5 接近18倍的差距啊 但是美国制定这个贫困线也不是百分之百科学啊 因为本土这48州的消费水平差异也很大 比如说加州这边的物价就比这个中部地区高很多 你同样是两口之家 这个年收入16,460美元 在中部或许你勉强的活下去 但是在加州就活不了啊 很多人好奇在美国一个月到底需要多少收莫费 这个其实因人而异啊 我插播一下我们刚来美国时候的这个支出的情况 少到你可能都不敢相信 真实的数字是两个人每个月生活费1500美元 我给大家算一算死不花啊 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单间房租是800 包水电和网费 我们两个人的手机通讯是一个月60 我们买了二手车没有贷款 买了这个半写均摊到每个月大概是80左右 车加油每个月是150左右 那时候我们没有健保啊 几乎也不买衣服 剩下的差不多400美元 买食材自己做饭吃 我们两个人把这个花销压缩到了极限 一个月150 哎呀 sorry 一个月1500 一年也要18000美元 所以这个贫困线两个人 16460美元是不够在加州生活的哈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需要你注意哈 那就是我们华人在洛杉矶这边生活 房租这块如果你愿意将就的话 你可是省下一大笔的钱 因为很多华人房东会把这个房子内部改建哈 就是分从很小的房间出租 就这样就牺牲了居住的条件 但是租金就便宜了 大部分的华人呢 为了省钱也可以去接受和别人合租啊 但是其他族裔 尤其是白人 大部分人比较注重这个私人的这个空间 不愿意和别人去合租啊 目前洛杉矶地区的房租 均价已经达到了每月2563美元 790尺也就是80平米左右 大概就是两居室的公寓 如果你想要整租house的话 至少要3000以上 再看洛杉矶几个主要地区的房租啊 最便宜的城市 想租一个一居室的公寓 最少也要1000多美元 按照美国的这个贫困线的标准 这些低收入者在洛杉矶地区 连房子都租不起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流落街头的原因之一啊 洛杉矶地区的这个贫困人口 过去很长时间都超过了20% 最近几年才跌到这个20%以内啊 这是非常高的比例 而整个加州的贫困率呢 是11.8% 接近全国的平均值11.1% 要知道 这可是疫情前的数据啊 是美国历史上贫困率最低的数据 现在情况应该又变差了 放眼全国贫困率最高的州 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这张图是美国普查局的数据啊 其中这个美属领地 波多黎哥的贫困率最高 达到44.5% 拉高了美国总体的贫困率 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个50个州的情况啊 美国50个州 贫困率最高的是密西西比州 贫困率高达20.29% 该州人口只有297万啊 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 注意哈 是家庭一年的 收入中位数是 43,567美元 全美排名 倒入第一 贫困率第二高的州是路易斯安纳州 比例是19.23% 贫困率第三高的是新墨西哥州 和路易斯安纳几乎一样啊 比例是19.13% 第四高的是西弗吉尼亚 贫困人口比例是17.56% 贫困人口最低的几个州啊 分别是最低的新韩布什尔州 7.56% 第二低的是马里兰州 9.19% 第三低的是夏威夷州 9.44% 第四低的是明尼苏达州 9.67% 我们再来聊一聊贫困人口的种族分布 相信大家对这个共感兴趣啊 贫困人口最低的种族是 非西班牙裔的白人 也就是母语是英语的白人 而不是那些南美的白人啊 比例是10.1% 也就是10个美国白人里就有一个穷人 我们亚裔啊 确实是勤劳肯看的族群啊 贫困率只有12% 虽然说只比这个美国本土白人 最高一点点 但只有其他少数族裔的 二分之一 比如这个西班牙裔的哈 以墨西哥人为主 他们的贫困率是23.6% 然后非裔也就是黑人哈 贫困率是26.2% 贫困率最高的是原住民 也就是印第安人 求人的比例高达28.3% 说到印第安人哈 这是一个很伤感的话题啊 全美最贫困的11个县 有7个都在印第安的保留地啊 这种贫困间接导致了一个极端的后果 就是影响了印第安人的寿命 比如全美最大的保留地 叫松岭印第安保留地 那些印第安人的预期平均寿命 只有45岁 从今我也很天真 不敢相信美国竟然有这么多的穷人 那时候活在对美国的这个想象中啊 这个移居美国的第一年 我们是住在尔湾非常富裕的一个城市 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个贫困人口啊 所以我非常感谢能借着开卡车的机会 把美国各州基本跑了一遍 让我亲眼见到美国贫穷的一面 这些所见呢引发了我的所思 然后我又去查阅一些资料 去更详细的了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我认为人啊应该跳出自己的那口井 多去探索周围的世界 对广阔的天地心怀向往 导致贫困的原因非常的复杂 但归根结底不外乎三个主要的原因啊 第一呢是制度的缺陷 第二是环境的制约 第三是个体的差异 制度的缺陷是最难改变的 个人更是无力去抵抗啊 比如说高税收高物价 你改变得了吗 但是你又不得不面对 好的制度一定是汇集所有人的 坏的制度可能汇集极少数人 但是是以牺牲绝大部分人的为代价的 这一点明白人都懂啊 环境的制约我觉得还好吧 实在不行你又通过迁徙去改变环境 这也是人类的本能啊 区别是大部分人都在压抑这个本能 去抱怨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 我很佩服那些脱北者 就是那些冒着被枪毙的危险 逃离朝鲜的人 那种迁徙真的是可歌可泣 回到美国的贫困问题上 导致3700万美国人变成穷人的因素 还有几种比较实际的方面 值得我们大家去反思 第一就是美国人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之间 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 早在2007年就有机构做过调查 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下的家庭收入 中位数是一年啊 20805美元 高中毕业的家庭年收入 中位数是40456美元 应有学士学位的家庭收入为 77605美元 那应有专业学位的家庭收入为 10万美元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 这些数字肯定是有所增加 但反映的本质没有变 那就是在美国 穷人想晋升这个阶层 教育是很重要的途径 导致一个美国人变成穷人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很多母亲啊 是未婚生育 然后独自抚养孩子 这样一来 母亲就没有办法工作嘛 也没有这个法定前夫给的赡养费 怎么可能不贫困呢 还有一个原因特别的值得深思 那就是美国穷人的被监禁率啊 远高于其他的发达国家 到底是因为这些人太穷 引发了犯罪呢 还是是因为有了犯罪记录以后 就业困难导致了贫情 我个人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啊 美国是一个注重信誉的国家 一个有犯罪记录的人重返社会 大概率是处处碰壁啊 很多人出了监狱就沦为homeless 有可能迫于生计再次犯罪 再次入狱 形成恶性的循环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阿比吉特他在这个代表作 贫情的本质中 详细的阐述了 穷人无法摆脱贫困的原因啊 其中有一点非常值得和大家分享 那就是穷人往往因为短视 或者是重建 而放弃长远的未来的规划 因为今天的话题是关于 美国的贫困问题嘛 我就就是 咱不是土壤土壤美国人嘛 就不拿自己去举例了 我就以我的前队友 李Gary为例子 他比较有代表性啊 他属于典型的美国底层出身 他正在靠着辛勤的劳动 过上体面的生活啊 李Gary祖上是墨西哥过来美国的 祖上还和印尼安人通过婚 所以他也有一点印尼安的血糖啊 他妈妈年轻时候吸毒 后来离婚了 就成了这个homeless 至今还是homeless啊 他从小是被外婆养大的 但是呢 外婆也是二婚 所以外婆的丈夫并不是他的外公 对他没有感情 我队友18岁 高中毕业就被这个赶出家门 当过一段时间的homeless 他也想通过这个参军去改变命运 但是因为这个后脑勺 打架 受过重伤 就是体检没过 导致这个参军的梦想就破灭了 他第一份工作呢 是在沃尔玛 工资非常低 后来又做了八年的安保 是那种就是那种活动现场的安保 比如演出之类的 因为他练过拳击啊 实心18美元 但是呢 需要自己报税 而且不稳定啊 有时候一个星期就没活嘛 再后来呢 他去了亚马逊 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机啊 倒不是松职加薪了 而是受了工伤 就是给那个传送带上面那个快递箱子 贴那个胶带 就胶带粘到手上去了 但是那个箱子呢 就是停不下来嘛 就把这个手臂拉伤了 就这么大的事 但是美国人的这个维权意识很强 他去告亚马逊 就是赢了 拿了三万五千美元的赔偿金 他人生的转机就靠这三万五啊 李格尔用这三万五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个呢 就是给媳妇买了一台 就是重色还不错的 二手本田CRV 花掉了两万多 剩下的六千五百美元 拿去学卡车了 有了这个卡车驾照 我队友才开始慢慢的脱离 以前那种贫困的行列 其实美国穷人改变现状的方法 很简单明了啊 那就是去学个技能 然后坚持的做下去 几年之后 从来有经验 有资历的这个技术工 收入会非常比较的可观啊 技术型的工作有很多种 比如卡车驾照 比如水电工的执照 就是我在卡车驾校有个同学啊 他学卡车不是为了跑这个货运 而是为了做那种就是从事电缆 安装维护的工作 就是需要你去开那种工作用的卡车 你有这个A照是基本的条件啊 所以他一边在社区大学学那个修电缆的专业 一边学卡车驾照 就据他说啊 将来工作了 周期能够达到五六千美元 是一个星期赚五六千啊 但是美中部组呢 是不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工作啊 美国情人改善现状 看起来并不难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情人呢 其实除了自身的惰性以外啊 还有前面提到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情人王某因为短视而缺乏长远的规划 比如我的前队友 咱在这里没有说他坏话的意思啊 单准是为了举例说明 他的叔叔就是给这个Costco开卡车 开了二十几年 时薪呢 38美元 福利还特别好 所以他老早就知道开卡车是自己的出路 但是为什么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呢 从18岁混到32岁采取学卡车 原因很简单 因为没有学费 没有改变现状的启动资金 是不是挺悲哀的 被几千块的学费给绊住了 其实这是所有穷人面临的普遍的情况 特别是美国人 一般都没有这个储蓄的概念 大部分人都是超前消费 我队友 他连买一个苹果的无线耳机 都是分期付款去买 每个月还7美元 李盖瑞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还在给那家公司开卡车 现在也换到开local了 收入有所增加 周薪大概是1400美元左右 就是月收入税后的话 4000多不到5000 他媳妇在一个农亚学校当老师 时薪18美元 因为加入这个教师的工会 这个工资每年会涨1美元 大概算下来 他们的家庭每月到手工资 六七千美元 看起来不少 但是开销也大 养两个孩子 种族一个house 这个站大头 我们家每月开销4000 他们家至少5000打底 我记得我们刚在一起开卡车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在我面前夸他媳妇 什么会管家 会理财 他们那时候刚刚存到1万美元 朋友们 双职工家庭 结婚五年 存了1万 你觉得多吗 就不知道他们家现在存了多少钱了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和李Gary联系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思考下一步的发展 其实对他来讲 老老实实去开卡车 媳妇的工资也在涨 不久的将来 也有机会步入这个中产的阶层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摆在他面前 那就是买车 自己做车主 我曾经在一个仓库 懂提货的时候 和一个老莫尔司机聊天 他开了快40年卡车 自己做车主也有20多年了 他个人名下 有三处房产 六台汽车 但是我队友身上有那种 老莫尔天生的知足和乐观 他不太愿意操心太多 他有个理论 如果做车主赚钱的话 为什么大部分卡车司机 都在给公司打工 贫困问题 往往容易被社会忽视 也容易被政府粉饰 就像一个美女 她会有意的去遮盖自己脸上的雀斑 外人也就很难发现她的瑕疵 尤其是像美国啊 中国这样的大国 各家都有一堆头同事 贫困问题和贫困人口 反而成了被忽视的对象 了解一个国家的贫困问题 有助于我们客观 理性的看待这个社会 而且每多一个人去重视 那离这个问题被改善 就共进了一步啊 我们判断一个物件的颜色 要通过它的主要色彩 同理 想看懂一个国家 就要把注意力 更多的放在它的基本面 比如 中国的底色 不是北上广深的高楼大厦 也不是吃到发展红利 暴富的那小波 而是国家总理李克强说的 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亿人 而美国的底色 不是硅谷华尔街的精英 也不是11%的贫困人口 而是中产街从 以及和我 还有我队友李Gary一样 正在向中产街从 努力攀爬的人 来吧 我们下期见 大座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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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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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